2023年4月21日 佳軒說他昨天5歲的時候12點45分 4月20日我進入在睡夢的異常中 神的宇宙星球裡面 神坐在星球上面等我 我就看到保麗牧師講的 神的宇宙都在神的眼球裡 我也看見神的宇宙在我的眼球裡 神正在創造星球 整個宇宙在轉動 我又看見神的手一回星的宇宙 和星球被創造中 整個宇宙在轉動 佳軒問神說 為什麼我們在地上看到宇宙星星是黑暗的 神對我說你要打破這個思想 神說我創造光創造黑暗 當這時候神一開始宣告以後 在我眼前宇宙的星球就變亮了 在這個異象的夢境裡 我看見神教導我 祂是可以立刻改變暗變為光快變為好 沒有變成有 在現在還沒有創造的事物中 神告訴我 祂依然現在還在創造中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之名求 阿們